这是云端百板的第二个单元 基本的语法与结果 因为后面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变化 请各位特别注意,后面有一个往下找 第二个单元里面有一个算数运算值 加减乘除,然后百分比,然后除除,跟乘乘 这些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不是A加B 对不对,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A-B,A乘B,A除B,有没有 A,这个是什么?囚鱼数 OK,就是说A除以,比如percent B 的话 就是除以它之后的鱼数有多少 OK,然后除除就是除完之后 所得到的那个整数部分 整数,不要小数点 OK,然后乘乘 这个乘乘的话是几次方 OK,特别注意,7乘乘2的话是7的平方 这个还蛮好玩的 所以如果你做完这个练习的话 其实你可以再改一下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些变化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边把它改成7乘乘 有没有,3的5次方 对不对,那你会把它执行一下 OK,有没有,它就输出了 然后呢,你可以改一下,比如说除除 除的话应该是有小数点 3除以5,应该没有除,除不进 如果你把它颠倒的话 假设两个数字可以颠倒 除完之后 当然这样就1点多 有小数点 可是如果你现在把它除除的话 只是取整数 后面部分不要 OK,除一下 1,有没有 所以其实这个除除有点像什么 我除完之后取整数 所以另外其实你可以除外面包INT 其实是好像道理也是一样 差不多 就是把那个它小数点的部分 去除掉的那个意思 那如果另外的话你可以找百分比 百分比 这个很重要 其实除除也常用到 就是5除以3于多少 那对,所以你就把它执起 你就把它执起 你就把它执起 有没有 那这个也常用到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运算的时候 就会用到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基本的运算子 一定要很熟练 OK,这基本的 但是这边在 就是 你可以再做一个变化 不过特别注意 再来的话我们顺便讲一下 有关那个转型部分 那什么叫转型 这边的话呢 我在第二个单页里面有特别提到 其实 有关 形态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用外面包一个type type type就是说输出它的 这个变数里面 它的形态是什么 所以特别注意 对哦 我们假如说 把这边 a加b 把它type 比如说我今天不是输出 这样这边加完之后 输出的话应该是8 可是如果今天外面加个type type type 瓜糊的话 意思就是说 告诉我它里面的形态是什么 什么叫形态 其实所谓的就是资料形态问题 也就是说呢 这个变数里面 是放什么样的资料形态 帮我print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把它print出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它跟你讲什么 一个int 那什么叫int呢 其实意思就是整数的意思 ok 啊 特别是哦 在那个拍摄里面 最常用到就是 要不就是int 要不就是另外一个float f-l-o-a-t float是什么呢 就是小数点 ok 比如说什么呢 假如说我现在 把它做一个变化 我落相除好了 除完之后的话呢 五除以三不是一点 六六六 小数点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把它直行一下 你会发现 它跟你讲说 我现在里面放的东西 不是int 不是整数 我里面放的是float 就是有小数点 ok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什么 另外还有就是 如果今天 里面放的 假如说底下 我把这边再 再print 另外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print 什么 print 我里面放什么 文字的话 比如说呢 加总结果为 加总结果为 不要那么复杂 加总 我就写一个 加总 冒号 一样 你如果print出来 它一定就是一个 加总两个字出来 不过特别注意 这边有个unicode的问题 什么unicode 你会发现 底下第一个出现 如果我现在打的是 所谓的中文字的话 那会有个问题 主要原因是因为 微软 它的内部的编码 它不是用utf8 而它是用什么 它是用它自己一套 它有时候叫什么 cp950 有时候又叫什么 ms950 或者叫什么 nsi 好像一堆名称 所以这边注意 接下来 只要如果你要使用到中文的话 那你还要再多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我们再切回到第一个单元 那这边底下的话 我会有一个 就是修改编码为utf8 的这个选项 那你会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基本上 其实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 几乎所有的软体公司 后来的编码方式都用utf8 但是呢 只有一家公司 它就是不要用utf8 那一家公司叫什么 就是微软 ok 也就是 所有的其他公司 都用utf8 但是它就是不要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想说 我windows 我市场率80%以上 那为什么 你们加起来都没有我多 那我干嘛 要跟你们一样 所以会造成有充码的问题 所以现在也没办法 那怎么办 如果说你将来要设计的话 你干脆把这边的环境 全部都改为utf8 就好 为什么 因为python也用utf8 google也用utf8 因为我们现在在windows里面使用 所以我们还要再做一个设计 那设计的方法特别注意 其底在哪里呢 在一样的位置 windows 一样在preforeness 就设定里面 刚刚这个地方 做一个什么呢 general最上面这里 这个地方往下找 有个叫workspace ok workspace 那你从这边找 你会发现 就会找到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testfile encoding 就是文字档案的编码方式 意思是说 我如果开一个新的档案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 我要用哪一种方式编码 它预设就是ms950 就我刚刚讲 或者它有时候叫cp90 它名称 有些地方都不同意 那很简单 你就把它改成other 改成所谓的utf8 好 这样的话 基本上 我们equipers 也用utf8 然后python也是utf8 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ok 所以这边 可能要再做 这个地方的设定 按apply and close 好 不过你会发现 改完之后 本来ms950 就变utf8 就乱码 那怎么办 这边可能要重打一下 加总 好 ok 那你会发现 现在如果把它print的话 这个时候应该就可以了 加总出入都没问题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输入中文的话 请特别注意 一定要先在这边设定 general workspace 先改utf8 才不会有问题 主要原因是因为 python 内部编码 适用utf8 ok 所以如果你没有跟他一致的话 就ok 另外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外面 加一个什么 type type 然后加总 你会发现 这个是flox 如果这个输出的话 他跟你讲说 这个里面 你放的是一个str str str 自创 所以其实基本上 目前基本的变数形态 最常用的 不外乎就是整处 int 不外乎就是浮点 flox 就是小处点 不外乎就是自创 最常见的 大概就是这几个 ok 其他还有 没有 不过我们陆会计 再来说明 可是特别注意 不同形态 如果你要把它串在一起的话 那不行 比如说我要什么 比如说我这个stream 它是floxed 那我如果今天怎么样 我希望把这边怎么样 把它改一下 把它改加 ok 然后这边的话 就把它不要用type 我得看底下再加一行 Ctrl-C 直接 就print print什么呢 print 加总 冒号 然后呢 如果你要把它串在一起的话 那就加个加号 然后呢 加后面再加个上 加总 冒号 就是加总结果 3a加b的加总结果 ok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边是文字 这边是int 因为我这边用加的 ok 不用除的 那 不同形态 如果要串在一起 它会跟你讲说 很抱歉 怎么样呢 typel type就是资料形态 形态错误 有没有 所以慢慢 各位要慢慢 看得懂下面的叙述 什么叙述 如果有发生红色的刺 请各位不要紧张 因为呢 你的错误讯息 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呢 你要学会看懂 那你就知道 改哪里了 如果你看不懂 那你永远也不知道怎么改 它意思 type也有直接跟你讲 形态错误 后面有告诉你为什么 他说什么呢 他说可以 串接 什么呢 这个是串接 string 制串 一定要什么呢 not int 不能够是int 而且他告诉你 你要做什么事 请你要把int to string 其实还是在讲英文 其实还是在讲英文 但这个英文讲的有点很怪的英文 有没有 但是其实如果看久了 像我们常常看 就慢慢熟悉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你的意思是说 要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要把加总这个是string 要跟后面的int串的话 必须先把什么 把这个怎么样 先转成string 意思就是说 本来它a加b是8 对不对 必须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这样的8 然后呢 才能就跟加总串在一起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你不可以讲VBA不用 VBA不要 包容性大一点 OK 因为他想说 你两个形态为什么不一样 应该不行这样 不管跟何元都一样 不行 只有VBA可以 OK 所以VBA学久了之后 都忘掉转型 OK 怎么转很简单 如果以后你要转型的话 你就直接在什么 这个变数的外面 包一个什么呢 str 刮糊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这个8 变成字串8的话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以后如果说你要变int的话 那就是int刮糊 如果你要变float 就float刮糊 你两边可以 三种都可以互相转来转去 没有问题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它输出看看 17 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有没有 加总 冒号 8 可是其实虽然你看到这边的8 是长这样的8 但实际上它里面放的应该是这样的8 是不一样的 OK 其实我在交以sail的话 一直强调 形态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虽然你看起来以为是一样 但是就是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形态 你以后比对的话 也会不一样 虽然你看起来是一样 结果不一样 再把重点跟各位再回顾一样 请你把这边加减乘除 参考第二单元 基本预算很重要 试试看 第二个的话 再加一个type type就是把变数里面的形态告诉我 主要有三种 第三种就是我们底下再加一个字串 那字串里面如果ABC 就是那种一般的字串 没关系 那中文就出了 中文怎么办呢 请你设定一下 把general workspace 改成UTU8 OK 然后再把两个串在一起 两个串在一起的话 一定要加一个转型 OK 试一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如果你这些观念清楚的话 以后写python 就比较不会有什么问题 会越写越顺手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那我也会顺便提一下 因为如果之前有同学 都有学过 他们同学都有学过VBA的话 其实很多概念都差不多 那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OK